尿尿危机小心肾衰竭。医师,保肾故膀胱这样做。 当肾脏不再生产尿液,身体的毒素就无法往外排出,肾脏就会出毛病,严重的摄护线增生导致尿不出来,甚至会造成肾衰竭致死。 所谓的尿滞流,用白话来说,就是没办法正常排出尿液。尿液出不来,身体自然就会出毛病。 膀胱的两大功能,基本上就是储存尿液,排空尿液。当膀胱没办法排空尿液,最严重的情况就是尿不出来。此时,膀胱基本上已经失去了排尿功能。 尿滞流,严重导致肾衰竭。 当尿液一直滞留在膀胱中,最后将造成所谓的满溢性尿湿剂,尿液将一直渗出来,同时也会向上累积到肾脏,造成肾脏功能的缺损,导致肾脏产生尿液的功能。 肾脏功能开始下降,长久下来,肾功能就会跟住变坏。 当肾脏不再生产尿液,身体的毒素就无法往外排出,肾脏就会出毛病,甚至危及生命。 在医学不发达的四五年代,严重的摄护腺增生造成无法排尿,导致肾衰竭致死的案例,实有所闻。 中医古籍里面,曾提到使用中空的芦苇草进行导尿,由此可见,在古代就有无法顺利解尿的问题。 因此,倘若真的发生尿不出来的情况,最好的方式就是导尿,把尿导出来,危机自然就解除了。 下一个常见问题则是,难道我要一辈子带住导尿管吗?还是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? 对于病人而言,装住导尿管外出或做事,并不方便也不美观,解决了生理上的需求,却增加心理上的负担。 此时,就要回到疾病源头来加以讨论,假使是因为射护线增生,导致尿道堵住而无法解尿,则评估进行射护线刮除手术,病人就有机会自行顺利排尿。 有些人因为尿道堵住,膀胞功能又因此损坏,极有可能真的尿不出来,这时候仍然可以透过自我导尿的方式,在固定时间,自己把尿导出来,就不需实时佩戴住导尿管。 由于膀胀失去功能,没办法发挥排尿机制,极由一根管子的引导协助,经由如此的反复训练之后,有时候膀胱有可能因而恢复原先的功能。 然而,执行导尿过程需要相当的耐心,而且需要反复训练,有些人可能会嫌麻烦,自然就会降低恢复的几率。 自我导尿训练,恢复正常排尿机制。 医生,请你帮帮我,该如何正常排尿啊? 一名90岁的老先生,因为无法顺利解尿而来到诊间。 经过检查之后,老先生的身体状况维持得相当好,只是年纪稍大了些,由于摄护腺肥大造成要道,膀胱出口的毒色。 哎呀,我已经手术了,怎么还是尿不出来呢? 手术后,正如意料之中,由于阻塞太久造成膀胱机能受损,老先生还是没办法顺利地自行解尿。 于是,我就教导他自己导尿。 虽然今年已经90岁了,但是他的视力还不错,手脚也灵活,所以自己导尿应该没有太大问题。 每天固定导尿四次,分别是早上起床,中午吃饭,下午五、六点,晚上睡觉前各进行一次。 经过这样的导尿循环,大概过了一个月后,他就慢慢地恢复自行解尿了。 因为他在整个过程中自己导尿,所以恢复解尿功能的时候,自己就会知道,假使长期放住导尿管,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解尿,其实不容易发现。 另外,经过长期治疗告一段落之后,准备拔出病人的导尿管,让病人自行排尿,有些病人因为在医院相当紧张,同样无法顺利解尿。 所以,唯有学会自我导尿,才能顺利找回排尿机制。 自行倒尿,改善脊椎损伤的如厕困扰。 自行倒尿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,截至目前为止,还没有遇过学不来的病人。 由于自我倒尿,自己就会知道哪里会痛,哪里不会痛,更能够避免受伤,最大困难仍在于病人嫌麻烦而不愿意。 不过,若是病人已经无法自行倒尿,加上家属在长期照顾上有其他现实层面的考量,或是能力上遇到困难,虽然放置倒尿管不是最好的方法,可是在这一类病人身上,可能是最理想的方式。 照顾者也不要为此产生愧疚感,维持被照顾者的生活品质即可,唯有俩者都处于愉悦的心情下,才是好的照顾模式。 除此之外,一些先天脊椎病变或后天脊椎损伤的年轻人,常常因为脊椎损伤而无法顺利排尿,由于是年轻人,我会尽量请病患自己倒尿。 临床上,曾有一名15岁的小男生,因为先天的脊髓脊膜疼出,造成神经性膀胱问题,于是发生尿不出来的困扰。 因为这名男孩罹患的是永久性的神经损伤,所以我就教导他自己倒尿,只要学会自行倒尿,就不再需要带住倒尿管。 也可以和一般人一样正常的生活,等到需要上厕所的时候,走到学校的洗手间,或是密闭的房间内,就能够解决解尿的问题。 自行倒尿的最大好处,在于不用老是带住倒尿管,若是想要尿尿的时候,就赶快进到厕所,就可以自己执行了。 倒尿就是解尿,进出厕所的次数,随着每日摄取水分的多寡而调整,水喝多了,就多倒几次,所以自我倒尿正是处理这类患者无法正常排尿的最好方法。 解医师的秘密门诊 暂时性的尿滞留,不用太过担心。 医师,是不是手术导致如厕困难? 你是手不动刀,不会造成要尿尿危机。 临床上有些骨科病人开了手术,却发生尿不出来的情况,其实是属于暂时性的尿滞留,并不需要过分担忧。 由于刚动完手术,加上人在医院的环境,情绪上可能比较紧张,于是导致无法顺利接尿。 然而,只要过了几星期,或是顺利出院后,病人通常都能正常排尿。 假使想要暂时改善这种状况,可以先安放到尿管,等到出院了之后,状况自然有所缓解。 门诊案例一,52岁壮年男性X因喝酒导致尿滞留。 太开心了,今晚咱们不醉不归啊。 一名中年男性和太太经过多年的努力之下,终于叛到了一名男孩,因此,趁主大喜之日,吆喝朋友一同到居酒屋庆祝。 大量啤酒喝下肚,难免产生了尿意,停住微微肿胀的下腹,进到洗手间后,竟然尿不出来,试了好多次依然无法解尿,眼看膀胱就快要胀破了,只好赶紧前往医院挂急诊。 经过检查发现,这名大哥罹患了尿滞留,也就是怎么样都尿不出来了。 平常解尿都没有问题,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?难道和酒精有关系? 他疑惑地问道。 因为喝酒之后感觉变得比较迟钝,所以膀胱尿也累积多了,也没有感觉,等到真的满到一个程度,太胀之后就会尿不出来。 我缓缓向他解释,治疗评估,暂时安置倒尿管后,自主训练。 于是,我就暂时替他装上倒尿管,先让膀胱休息一个礼拜,之后他再到诊间移除倒尿管,果然就能够顺利戒尿了。 有些病人会问,为什么要放一个礼拜呢?不能隔天就拿掉吗? 事实上,当膀胱过胀之后,没有经过一定时间的休息与恢复期,可能依然没有办法恢复原来的功能,就好像手举重物一样,长时间的酸痛需要静待一段时间,手臂才能恢复力气。 经过解释以后,病人也接受了这样的处理方式,最后也都顺利把尿解出来了。 看到病人一脸轻松的模样,仿佛我也跟住轻盈了起来,心情有助同样的愉悦。 门诊案例2,92岁老爷爷X因感冒药导致尿滞留,练习导尿成功。 一名年长的老爷爷,因为本身已有射护腺肥大的问题,经过治疗之后,射护腺的问题也渐渐好转。 但在一次服用感冒药之后,他竟然就尿不出来了。 医师啊,为什么我会无法尿尿呢? 这是因为感冒药增加射护腺阻力的副作用。经过问诊检查后,我回答他。 由于止咳,流鼻水的感冒药物大多具有这类成分,于是间接造成老爷爷的日常困扰。 治疗评估,暂时安置倒尿管后,自主训练。 治疗评估,暂时安置倒尿管后,自主训练。 当时我帮他装上倒尿管,等了一个礼拜,他依然尿不出来,再等一个礼拜,再拔出来,还是尿不出来,他就开始慌了。 你要不要学习自己倒尿呢? 由于老爷爷本身就很容易紧张,所以我就和他讨论。 当他学会自行倒尿之后,每天在家自己倒四次尿,让膀胱能够得到充分休息,两个月后,果然就恢复正常排尿机制了。 因此,在医院门诊中,难免因为紧张而无法顺利接尿,但是装住倒尿管,就没办法自行接尿,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正常接尿,所以,学习自行倒尿这件事情,就变得非常重要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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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